邵兵说了 张主席早就吩咐过了 凌晨四点 他有要事 谁都不见 跟他提我父亲的名字 提过了 可邵兵说 张主席听了 没说话 挥挥手就让他出去了 长官 看来咱们是见不上了 咱们还是走吧 不行 他不出来 我就手来这里不走 班长 班长 奶奶 你还没睡呢 这什么天啊 刮这么大风 这种鬼天气啊 不是妖孽作怪 就是要天降横祸呀 奶奶 这风太大了 咱们还是进去吧 好好好 进去 真是的 碰上这种鬼天气 又不是黄到吉日 难怪这婚都顶不成 奶奶 这香香逃婚 跟天气跟日子没有关系 就是 就是什么 她都多大了 还不知道事情的厉害关系啊 这婚事要是不成的话 传出去 以后别人谁还敢要她呀 当她年纪大了嫁不出去 被人指指点点的 她后悔都来不及 您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吗 香香又聪明又伶俐的 以后一定会有考归宿的 就放心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挑来挑去 就是想啊 找一门称亲如意的婚事 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 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等着你们去挑啊 这身家确实不错 可香香的心思 没在承治身上 硬逼她也没用啊 可本来说好了的 她跟着承治走 现在怎么办哪 现在兵花马乱的 香香年轻还不懂事 在我们身边 有我们照顾她 不是更好吗 也是 长沙城就要烧了 日本人要是打过来 我们在长沙也没法待了 奶奶 您就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跟我们一起走吧 不去乡下 那去县城也挺好的呀 您就放心 有军山在 您还怕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还好称从国外流洋回来的呢 我看呀 白长了一副好皮囊 里面呢 全都是星球的旧思想 我想�uxe点 你有一张 小羊 金 differentiation 你开箭 好 杀 长官 您就别在这儿耗着了 耗着也没用 张主席是不会见你的 长官 您又真把身体耗坏了 那市长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要不 要不你到吉普车上休息一会儿